有頭髮誰想做勒勒 有錢又誰想借大耳孔呢 但如果息高到300多厘 就真不知如何還 警方發現有財務公司涉嫌高息放債 最高年利率更達342厘 比法定的高7倍 當債仔遲還錢時財務公司便會派出行動組 以臨紅油和電話恐嚇等手段收訴 元朗警區在1月底至2月初展開放射行動 去到兩間分別位於旺角及油麻地的持牌財務公司調查 行動中警方一共抓了32人 包括財務公司的持牌人和職員 其中5個人有黑幫背景 他們除了以過高利率進行放債 亦涉嫌洗黑錢 刑事恐嚇和刑事毀壞 其中1人遭落案起訴 其他人就准保釋候查